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晚上在一个街形花园里面他们点燃蜡烛 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是这些日本的朋友 他们在这个地上把蜡烛摆在下边 另外两位朋友他们把小波的画像系上了哈达 现场我们看到还有几位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民运界的朋友 也出席了这个活动 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请进先生 还有全球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女士 中间这一位是来自日本 非常热心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民霞女士 我们看这边 旁边还有两位都是日本当地的朋友 这个活动就是由他们召集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活动呢 有可能是今天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小的一次 完全是由非华人族裔举办的纪念刘晓波的纪念活动 我们镜头看到有一位全身这个非常这个肃装的日本的本地的居民 他文训也来参加了今天晚上的烛光导念的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刘晓波去世已经一周了 世界各地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呢 各地的民运人士以及这个社会相关的这个一些团体呢 都举行了纪念刘晓波的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呢 大多都是由华人团体举办的 但是这个完全是由日本当地的居民 他们发起举办的这种规模非常小的烛光导念活动呢 还是非常少见的 现场呢 我们还见到了来自日本的一位汉学家 来那个镜头我们过来一下 讲几句 讲几句 那个这位是我们这个来自日本的 我们来我们给给点光线在这边 嗯 那个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井です 高井 高井先生呢是这个热心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 今天呢他也来了 他曾经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历史系 我们想请他介绍一下今天活动的情况 今天呢那个日本的呢有关 支持那个中国民运的人士 在这里啊召开刘校博先生的那个追导会 之后点个大猪啊 啊 祈福他上天呢 是这样子的那个活动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嗯 啊 一会儿呢 我们请这个几位参加这个今天晚上 烛光祷念的这个活动的一些主办者呢 来发表一些讲话 他们都围坐在蜡烛前呢 向刘晓波的英灵呢 表示深深的祷念 各位观众现场呢 我们请到了这次活动的主办单位 啊 这个具体负责的阿波桑呢 呃 这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的情况 我们请高景先生翻译一下 阿波桑 大坂的阿波桑 大坂的阿波桑 我是大坂的阿波桑 啊 佑浩さん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ことは 世界中の自由を目指す人々にとって 本当に悲しみの一言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しかしながら中国国内では 彼の死去を痛むこともできない 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も削除されて 自分の考えを伝えることもできない 悲しむこともできない そのように聞いています 私たちは少ない人数かもしれませんが 自分の声を上げることもできない 中国の方々の代わりをするつもりでもあり 今日キャンドルナイトを企画しました リュウギョウハーさんがこの世から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としても 彼の信念を継いでいくものはどんどん増えていくと思います 私は世界中の多くの皆さんが彼の意思を継いで 世界で本当に自由な世界を目指す人たちが力づけられることをしています 彼の魂は永遠に生き続けます 今日はただただリュウギョウハーさんの冥福を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彼の魂は自分の世界は自分の光を持っています 彼の魂は生き続けます 今朝これについては 悲しながら その魂はその天を生き続けることを その魂を生き続けます 谢谢 现场我们也见到了 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和副主席 我们请他两位也来介绍一下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感受 请 谢谢 请主席 今天日本当地的居民 他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不知道你正好来参加这个活动 有什么感受 我首先感觉非常感谢日本朋友 能够在这里举行这么一次 规模虽然是非常小的纪念活动 我们正好到东京参加会议 路徒路径大阪 见到了这个活动 我们觉得 我个人觉得应该有这个责任 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非常我也想说的 非常感谢这些有心的日本朋友 对刘晓波的悼念 希望有更多的日本朋友 能够借刘晓波之去世 更加清楚地认清我们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 希望给予我们未来对中国民主化的追求 给予更多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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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场呢 也见到了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 我们有请盛雪女士 也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谢谢 其实呢 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 中国许许多多的先贤 以及当代的民主人士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 在抵抗中共的暴政 在试图唤醒沉睡的民众 那么显然呢 刘晓波先生在这条道路上 他确实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而且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他在80年代的时候 就以他的犀利的思想 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年轻的一代 那么现在呢 他的牺牲和死难 给我们留下两个最重要的 这样的警醒 一是中共暴政 毫无底线 第二 用任何方式尽快结束中共暴政 是我们的责任 谢谢盛主席 现场呢 我们也见到这个北京之春的主编 陈伟健先生 陈伟健先生也是专程从澳洲赶过来的 我们想请这个陈伟健先生呢 也给大家说一下 陈主编 今天呢是日本朋友在这儿纪念刘晓波先生 我们是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日本朋友对我们中国的民主是不关心 那么刘晓波被中共破坏之死 给我们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的渐进的和平的理性的这条路呢 基本上已经被中共当局堵死了 那么从刘晓波支持以后 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向 可能要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至于怎么走 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跟中共的良性互动是完全没有可能了 那么 刘晓波跟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今后民运的一个方向 谢谢陈主编 各位观众 那个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现场报道了 世界上规模可以说是最小的 由非华裔族裔举办的纪念刘晓波的烛光导念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也让我们了解到刘晓波的精神不死 刘晓波广泛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力 正逐渐扩散到其他族裔中间 谢谢大家的收看 这次节目再见